這裡是香港電台 《民間故事》 《施工案之錄》 《黃天霸金殿揚威》第三回 是由何楚雲編導 《蘇婷之編劇》 劇中人 由李鶴斌飾演《黃天霸》 林友榮飾演梁九宮 顏國梁飾演達穆蘇 朱曼子飾演鄭倚雄 謝韻儀飾演《倚雄媽》 雄德成飾演道聰 《黃天霸金殿揚威》第三回 現在開始 《奴才梁九宮拜見王爺》 梁九宮 在 《奴才梁九宮拜》 你一早來王府有什麼事? 《奴才梁九宮拜見王爺》 《奴才今天奉了聖上之命》 出宮外買東西 所以順便來叩拜王爺 主要的就是來談談王天霸的事 《奴才梁九宮拜見王》 《奴才梁九宮拜見王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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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妙計? 這個計策就是借刀殺人 借刀殺人? 怎麼借刀殺人? 王爺,你笑安無躁 王爺記不記得老王爺在生之日 王府內有一家將叫薩哈勒? 記得,這個薩哈勒在小王爺童年之時 已經被山賊所殺 你提他幹什麼? 王爺還記不記得薩哈勒為下一個漢族的老婆和一個女兒? 記得,他母女一直居於王府 薩哈勒的女兒改了一個漢族的姓名 叫做鄭義雄 還學得一身好武藝 如今還是小王的內功女護衛 沒錯,奴才之意 就是要利用鄭義雄去刺殺王天霸 鄭義雄雖然有點武藝 但是不是王天霸的對手 是,奴才知道 這個鄭義雄性情剛烈 又有膽又有勇 只是靠他的一點優點 就已經足夠拿王天霸的性命 何況這個鄭義雄還有一副花容月貌 王天霸一定會死在他手中 梁九公,你這個計謀雖然好 但是你應該知道 王天霸不是個好色之日 我們不可以利用鄭義雄的美色來迷惑他 而且 鄭義雄 她不是個無知婦人 我們憑什麼派她殺王天霸 奴才知道 用美色就不能夠迷惑到王天霸 但是 可以用計賺取王天霸的仗義心場 還有 奴才認為最好的辦法 就是用含血噴人之計 含血噴人之計? 沒錯 好 你快將全盤計劃詳細說 奴彼鄭氏,叩見王爺 奴彼鄭義雄,叩見王爺 嗯 小王今天叫你母女出來 就問一聲你們 你們住在王府有多久? 回稟王爺 奴彼母女兩人居住王府 已經有十二年長了 那你們寧願永遠留在王府 還是回回故鄉? 嗯 你做母親的 當然想落葉歸根 你做女的 也女大不中留 王爺 自從先夫去世之後 老王爺和王爺 恩准我們留在王府 記住十幾年 大德大恩 真是此生難報 但是… 但是… 娘 讓我說 噢 啟稟王爺 奴彼在王府長大 受王爺養育心恩 粉身難報 但自從先夫被陸林人物所殺之後 我發誓為父報仇 從來都沒有想過什麼落葉歸根 什麼女大不中留這些事 可惜仇人一直都沒有下落 這樣才會流亂京都 暫時在王府為路 嗯… 對了 皇爺為何會提起這些事 哈哈哈哈… 好一個孝順女 你真是要代父雪深仇 就是這個時候了 皇爺… 皇爺為何這樣說呢 為何這樣說呢 薩克勒生前盡忠於老皇爺 亦教導本王學得一身武藝 唉…他這段血海深仇 我一直記掛心書 嗯… 正如你們所說 可惜一直未找到仇家 但是如今 我為你們找到仇家了 蛤…到底是誰 是呀…是誰 她就是皇天霸 皇天霸 皇天霸 不會吧 我丈夫十二年前 被一個老陸林所害 如今皇天霸的年紀都未夠三十歲 怎會是先夫的仇家呢 咦…當日殺你丈夫的老陸林 就是搶皇娘 入宮道寶的皇三太 咦… 可惜皇三太已經死了那麼久 你們要報仇 就唯有向她兒子皇天霸下手 什麼…殺皇天霸 嗯… 但是她如今是個新貴人 是將軍 哼…不管她是什麼人 當日皇三太殺死我爹 我今天就要殺她兒子 為父報仇 呃… 老彼不是不信皇爺的話 不過謊著全民失實而已 我們要殺皇天霸 都要首先得到證明 先夫的確是被皇三太所殺了 才可以下手的嘛 那好容易啊 小王問問你 你們十幾年來要找十家 憑什麼線索 呃… 先夫臨死之前說過 那個仇家用的是 一把九環大刀 右手帶著一隻闊二寸的 護墨鋼環 先夫被殺之後 連十支響尾錶都被仇家搶走了 老彼就是 憑這三樣東西做線索來找仇家 那行了 我可以告訴你 仇家的九環大刀 護墨鋼環 和你丈夫生前所有的響尾錶 如今都在皇天霸手中收藏好 蛤…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呀 倚雄 難道你還沒明白嗎 當皇三太死了之後 他的兒子皇天霸 就一直保存著那些遺物 啊… 真是他 是 你們可以借個機會 混入皇天霸的住所 找到那三樣東西 才動手都未遲 但是有什麼辦法 可以混入皇天霸的住所呢 我肯幫你 自然會教你 好 請皇爺教導 奴婢就算是粉身碎骨 也要殺皇天霸 好 你們安靜點聽小皇說 嗯? 嗯?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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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聪 啊… 你看看那邊 什麼事? 好像有兩個婦人很辛苦 那樣 是的 看他們的打扮就好像是外鄉的百姓 黃將軍 我們都是運糧趕入京師 不如不要理他們了 這樣做怎行呢?他們好像很辛苦 我們一定要去看看 去看看?當然 黃將軍 就快入黑了 我們都是趕路入城吧 這些事就等地堡來 道聰,這處方癖無人又怎會有地堡呢? 救人要緊,快點停車去看看 救命 君爺開恩,請打救我們 請你救救我們 你們不用急,慢慢告訴我 對了,這位姑娘為何會受傷呢? 匯品君爺,我們母女二人 由西北來這裡打算入城沉親 誰知昨天抵達近郊遇到賊人 身上財物已經被劫一空 今天叫我趕路 希望早點進去旺城 誰知又遇到一幫強徒 他們因為我們沒有銀兩奉獻 竟然想逮捕小女子賣到城沉親 是啊,一天都是老身不好 一時情急喊賊 就被賊斬了小女一刀 原來是這樣的 是啊 難怪你流這麼多血,姑娘 如今天色都這麼黑了 你們打算怎樣? 君爺,我們母女兩人都是婦孺之輩 異鄉被劫正是寸步難行 我看未入京城而已 早就已經痛死我死了 你們不用怕的 杜聰 將軍 快點拿些藥品來替他們敷傷 將軍,你看看 今天天都越來越黑了 而且還好像想下雨 我們都是壓力要緊 無謂你這麼多閒事 這樣啊 是啊 不如這樣吧 扶他們母女兩母上涼車 我們一邊走 就一邊替她敷傷 麻煩君爺你給我一些藥 我會和我女兒敷傷 君爺要抓我們上涼車? 不是抓 你們不是說要入京城訪親嗎? 我們的糧草也是入京的 所以想送你們一程 那就最好了 老婦人叩謝君爺 不必多說,上車先 好,謝謝你 謝謝你 你們今天又找不到親戚嗎? 黃將軍 文女奔波了幾天 總是沉親不育 有些搬了,有些就死了 這次我和娘都要流落京都了 好,京華寸金赤土 我們身無紛紛 以後怎麼到日呢? 你們不用擔心 對了,你們本來住在哪兒? 我們是住在鳳天府的 哦,那就對了 下個月初有幾隻混糧船 由汽北來這處的 到時我可以安排你們搭那隻船回去 現在你們暫時住在我這處就可以了 黃將軍大恩大德 老身都不知道怎麼報答 千萬不要這麼說 異鄉落難是一件很慘的事 我也曾經受過這種痛苦 其實我只是開句聲 就可以送你們回鄉了 又怎麼算大德大恩呢? 將軍大義,容文女下拜 不必多禮了 你們安心在這裡住 如果你們有什麼需要 找杜聰大爺就可以了 哦,知道了 唉,耳熊,想不到這個黃天霸 是個慈祥仗義之人 哼,我不管他怎樣慈祥仗義 如果查清楚他真的殺我爹的仇人之旨 我一定不會放過他 耳熊,如今我們雖然可以住在這裡 但是我們怎麼查到他是不是仇人之旨呢? 黃爺,黃爺說過 一把狗橫刀,一箱護墨鋼 就是仇人之物 爹的響尾錶也是被仇人搶去 如果我們在黃天霸手上發現任何一件物件 就可以證實它是仇人之旨 但是,我們怎麼能找到這些東西才行 他就算有,也收到很密的 哼,借過時機 我們實行入黃天霸的寢室搜查 嗯,那找到之後 我們又憑什麼力量向黃天霸報仇呢? 他是詩大人手下的一名苦將 他武藝高強,你到底是女流之輩呢? 娘,讓女兒告訴你 我明知道不能親手殺黃天霸代父報仇 所以我早已配了一劑毒藥 只要這個機會放在黃天霸的食物裡 他就一命烏敷了 好啊,我們就不可以在這裡白食 我是要幫黃天霸打掃地方 洗衣服 那一有機會,就搜一下他的寢室 如果搜到了,然後才下搜 好嘛 是,我進廚房幫忙,自己行事 嗯 姨虹,姨虹,姨虹 娘,什麼事這麼驚慌? 我已經在黃天霸床底搜到那三樣東西了 什麼? 一把九環大刀,一箱護墨鋼環 十支響尾錶 如果這樣說,當日殺爹的 就是黃天霸的父親黃三泰 是呀 黃三泰殺死我爹,我要殺他的兒子 如果黃天霸在衙門就回來了 那我們怎麼動手呢? 女兒有辦法 這兩天,黃天霸的茶飯都是由女兒照顧的 一會兒我用一包毒藥,就可以送他下陰草 好,快點拿毒藥來 嗯,女兒帶在身邊的 嗯 讓我進廚房拿黃天霸的飯菜出來 好,我們一起進廚房準備 好,我們一起進廚房準備 那些毒藥放在哪裡? 就在這碗湯裡 哦 黃天霸最喜歡喝紫菜湯 嗯 他每逢吃飯之前一定喝一碗 那會不會市出有辣味的? 不會的 這些毒藥只是有些鹹味的 一定吃不出的 啊,熊媽 麻煩你過來幫忙 哦,我來了 到大爺叫 當然是黃天霸回來 是呀 黃將軍,你回來了 是啊 今天天雨霸滑,所以遲了回來 阿熊,麻煩你和黃將軍 洗一下這雙蝦上面的泥污 阿熊,今天天理過不懂 快點進廚房拿點酒出來 知道,飯菜已經準備好了 請黃將軍慢用 小女子去拿酒來 好,麻煩你 黃將軍,下屬去洗一下馬匹 先將軍用飯,下屬吃了 黃將軍,你一口氣喝完這碗紫菜湯 當然好緊渴了 還要不要多碗呢 不要了 嗯,今天的紫菜湯似乎特別鹹 下次要吩咐廚夫煮淡一點才行 下次? 恐怕黃將軍沒有機會再喝紫菜湯 哦,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等一下,將軍自然會明白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說什麼 算了,不用你事後了 你回去休息吧 不行的 黃將軍 這幾日來 文女一直事後黃將軍 今天可以說是最後一日了 文女要親眼看著黃將軍吃最後一餐 最後一餐? 呵,別亂說了 都還沒有船送你們回去 將軍沒有船送我們回去 不要緊的 文女今天有機會送將軍回去 哦? 才是一件大喜事 你說什麼? 送我回去哪裡? 黃將軍呀,那雙胸洗乾淨了 娘,你看下 黃將軍已經喝了紫菜湯了 哈? 哼,她也有今天了 你爹在天之靈都瞑目了 喂,你們母女二人到底在說什麼? 我喝了紫菜湯,跟你爹又有什麼關係? 哼,事到如今,我都應該說出來 讓你死得眼閉 耳熊,你說話要有分寸才行 我一心可憐你們母女二鄉落爛 準備送你們還鄉 為什麼要這樣揍我? 哼,黃天霸 我不怕你明鎮江湖,公蓋朝野 今天你都要死給我看 什麼?你口口聲聲說我死 沒錯,我不會怪你亡恩負義 但是不明白為什麼你們忽然會變了 那你聽著你,我就是薩哈勒的女兒 你父親黃三太,就是我的殺父仇人 什麼?你說先父殺了你爹? 你還假的不知道? 當年你父親黃三太,殺我爹薩哈勒 今天我要親手殺死你,這叫做血債血償 你別胡說,先父生前 似乎沒有殺過一個叫薩哈勒的人 他到底是什麼人? 你或者不知道 我父親薩哈勒 就是達目蘇王爺的一名家長 當日的確是死在黃三太手上 要不然 你又怎會保存我爹的響尾錶 是呀,響尾錶? 說起響尾錶這件事就長篇了 如果你真是薩哈勒的女兒 那你想將我怎樣? 剛才你喝的那本紫菜湯 我已經下毒藥了 什麼?下毒藥? 沒錯,就是民間的武美毒劑,學鼎熊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代父報仇 你搞錯了 為什麼你們要欣張仇報? 為何你們要欣張仇報? 剛才一節 民間故事 施公案之錄 黃天霸金殿揚威第三回 是由何楚雲編道 蘇婷之編劇 現在經已播放完畢 呢? 我們來看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